哈利这段时间的日子真心不容易 他一边忙着应付那些乱七八糟的官司 一边还要安抚梅根 关于他和梅根分居 协议离婚等小道消息 更是传得满天肥 看到哈利王子好像撑不下去了 王室那边也适时地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参加大阅兵活动 据外媒报道 哈利有很大可能会回去和王室其他成员见面 吃顿饭 喝杯茶 重拾旧好 但是大前提是梅根得不在场 因为每次梅根在 他那尖酸刻薄的嘴巴总是把气氛弄得很僵 让哈利丝毫没有解释的余地 哈利王子与梅根离开英国王室后 定居在加州的豪宅中 这段时间以来 外人眼中他们过上了养孙处优的生活 但哈利的内心却始终无法获得平静 因为离开王室的举动 他失去了很多朋友 与家人断联 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虽然事到如今别无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但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异国他乡 他还是免不了想家 内心深处他渴望着亲朋好友的关爱 期待着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天 而查尔斯国王因为年岁已高 暗地里也一直在期盼家庭的团圆 但王室并不欢迎梅根回来 其他事情都好商量 也许很多人都会好奇 哈利究竟看上了梅根什么 这个曾是美国18线女演员的梅根 有着劣迹斑斑的过去 还有一段短暂的婚姻 她犹如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随地都可能让哈利身败名裂 但哈利却坚持选择了与梅根共度余生 也许爱情的力量是无法用言语解释的 尽管梅根有诸多的不足 但她让哈利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王室环境中 她是哈利的避风港 给予她支持与勇气 正是这种相互扶持的感情 让哈利愿意为了她放弃一切 回首过去 哈利和梅根的爱情故事 曾让世界为之动容 从王室辞职到定居加州 他们为了真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如今面对王室回归的诱惑和压力 哈利又该如何选择呢 是否要放弃这段感情 回到家族的怀抱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哈利自己能回答 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她需要在家庭、友情和爱情之间 做出最艰难的选择 而对于梅根来说 她是否能够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 继续陪伴哈利走下去 也是一个未知数 其实如果梅根不那么强势 软化一点态度 给哈利一点空间跟王室磨合 那么双方的关系还是有救的 但如果她照旧对王室一通乱怼 那么哈利和王室的破裂 恐怕是无法避免了 哈利自己想跟王室重修旧好 这点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就是看梅根到底能不能反省一下了 总的来说 哈利跟梅根的生活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美好 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而哈利的内心也始终在挣扎于彷徨 当然 无论哈利最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毕竟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这个过程中的起起落落 甜甜苦苦 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破岁的童年戴安娜王妃出生一个英国的伯爵家庭 但戴安娜王妃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 戴安娜王妃的母亲一直没有儿子榜身 父母的感情越来越不好 父亲总是指责母亲 而母亲的情绪越来越焦躁 在戴安娜三岁的时候 母亲终于生了一个弟弟 但是父母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后来戴安娜王妃的父母正式离婚 她和弟弟由父亲抚养 与母亲离婚后不久 戴安娜王妃的父亲就娶了另一个女人 也就是戴安娜王妃的继母 新的继母并不喜欢戴安娜和她的弟弟 戴安娜也不喜欢她 父亲的疏离和继母的冷漠 戴安娜只能独自成长 1982年6月戴安娜王妃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 威廉王子 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查尔斯王子内心十分喜悦 她对儿子的疼爱和培养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过了两年 当哈里王子出生时 查尔斯对他的态度却冷淡了许多 同样是儿子 为什么查尔斯对哈里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查尔斯对戴安娜的感情已经疏远 二是哈里的出生并不符合她的期望 在威廉出生之前 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还算美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疏远 查尔斯对戴安娜的不满和冷淡也显露出来 当哈里出生时 查尔斯的心已经完全细在了卡米拉身上 另外查尔斯童年时 因为母亲伊丽莎白女王忙于公布 她一直是和妹妹安妮公主互相陪伴长大 因此查尔斯希望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孩 这样就可以和哥哥威廉一起作伴 但是哈里的出生打破了她的期望 让她感到十分的失望和不满 这种不满和失望 也反映在查尔斯对哈里的亲子鉴定上 据报道 哈里王子出生后不久 她的一头红发引起了争议 因为王室没有一个人是红头发 有传言称 哈里的亲生父亲可能是戴安娜的情人 这些传言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也给了王室家族带来了很大的尴尬和困扰 为了消除影响 查尔斯王子决定进行亲子鉴定 虽然最终亲子鉴定结果证明是哈里 确实是查尔斯的亲生儿子 但是这种不信任和冷淡的态度 已经深深地伤害了戴安娜的心灵 对哈里的成长和发展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哈里的成长经历中 感觉不到来自亲生父亲的爱护 这让她的个性更为敏感 更容易受到影响 母亲戴安娜对哈里一直心存愧疚 因为哈里的红头发是遗传了她的娘家 为了弥补哈里 戴安娜给了她更多的关爱和呵护 然而戴安娜的突然离世 让哈里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她的心灵再次感到了疲惫和无助 没有了母亲戴安娜的约束 哈里王子长大后变得更加叛逆 2005年 18岁的哈里在一个朋友的主题派对上 穿着纳粹制服 手持酒杯 模仿希特勒的姿势 这一行为被媒体拍摄并广泛报道 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感和批评 2012年 哈里王子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 参加了一个私人派对 并在派对上裸拥 许多人认为 哈里的行为不符合王室成员的身份和形象 也对王室家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为母亲的死 再加上自己经常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批评 哈里王子对媒体深恶痛绝 他曾经多次公开表达自己对媒体的不满和愤怒 甚至对媒体提起了诉讼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2019年 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起诉英国《每日邮报》侵犯的隐私权 该报曾公开发表了一封梅根写给父亲的私人信件的部分内容 后来 哈里和妻子梅根选择离开王室 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他还写了一本叫《备胎的自传》 哈里王子在自传中提到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包括父母离异、母亲逝世等 这些经历也让他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备胎 无法像其他王室成员一样拥有完整的家庭和幸福的童年 这一切也许从他顶着一头红发出生时就已经注定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